一生久一次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真的 預祝你們兩位都能得獎 好像只能一位 沒關係啦 你們的機率已經佔了40%了啦 好 恭喜你們 走在紅毯上的就是一舉入圍的 九項大獎的此時此刻劇組團隊 有別於一般愛情題材 刻畫疫情期間的非典型都會愛情故事 其中金鐘賞客黃露子英 不僅在主持界大放異彩 今年跨足戲劇圈 就入圍了新人獎 在此時此刻裡面 飾演假裝盲人的網紅 演技生動自然 情緒豐富大獲好評 此時此刻我還招架得住啊 好險有我的學姐Lulu在我身邊 你好 你好 歡迎你們 恭喜你們入圍了 戲劇系最具潛力新人獎 辛苦你了 會不會 謝謝學姐 那我想先請問學姐 妳在劇中是飾演一個假盲人 對 那妳有什麼樣困難的地方嗎 還是有好玩的地方 困難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大帥哥 林火紅在我面前 但我卻要假裝看不到 那是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最後還是有一點一些 對啦 就是也還要在愛情裡面裝忙 這個也是有一點難 是 那想請問一下許莉婷 嗨 妳好 大家好 我是許莉婷 那入圍一生一次的新人獎 妳現在心情如何 我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一生只有一次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真的 預祝 妳們兩位都能得獎 好像只能一位 沒關係啦 妳們的機率已經占了40%了 好 恭喜妳們 謝謝 謝謝